这期画面中三名男子在羊肉炉店吃饱喝足后 站起身来走向店门口 随后有说有笑在起楼嬉闹后离开现场 但其实三个人吃完并没有付钱 让店家气得将三个人的影像po上网 事件发生在18号晚间 当时三名男子到新北市福大商圈的一家羊肉炉店用餐 被想到吃了1600元没付钱吃完霸王餐就离开 让业者气愤po网要其他店家小心 而远景询问业者店长坚持不报案 想息事宁人只希望他们三天内回来付钱 但是诈欺视非告诉乃论罪 因此警方展开积极侦办 在19号下午三点多通知三个人到案说明 他们便称当时是因为喝醉才会忘记付钱离开 不是想吃霸王餐 但是警方还是将三个人通通依法送办